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Hustler Casino Live官方中文站的解释员龙凤 今天给大家带来11月10号的直播集锦 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赞订阅,感谢您的支持 那么,周四系列,接着来看CIA打牌 另外这周四呢,见到了一个很久没来的朋友啊,DJ Washburn 擅长搞怪,擅长cosplay的DJ 一度也是Hustler直播的一大看点之一啊 来看看今天他的表现如何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夜店老板Nikos,A勾不同色在枪口加一位 做了60刀的open race 开局还是比较和谐的,翻前没有人再做加注 底时360 翻牌88勾,Nikos拿到一个顶对 能和他抗衡的好像没什么人 PDF这边是一个双头顺的听牌 底时350,翻后Nikos下注150 PDF直接跟下来 CIA卡9的顺的听牌,直接盖掉 转牌7 PDF运气不错呀 开门红,拿到顺子 阵上Nikos并没有再打,而PDF站出来打了一枪 直接打了一个满池 哇哦,这A勾盖的很快呀 我还以为怎么着也得来到合牌啊 甚至是一个反家都有可能 没想到Nikos盖的这么果断啊 接着来看这手牌 Nikvertucci,Passler节目组的老板 六七草花 这是面对DJF呢 做了四百 这没必要吧 这跟注不就好了吗 主要DJF呢 推出三百之后 手里剩下的 也就是一个满池左右啊 这不得不说有点拼 Nik这个四百推出来 反正也还好吧 至少牌力也没被压制 这是好消息 Gambling 好吧,可以理解 反正 十二十四十的桌子 对于这群大老板来讲 确实是 娱乐之上 翻牌三四九 给到Nik一个 卡五的顺子听牌 奥斯也是在变多 合牌 发不出来没办法啊 A嗨赢下第一次 第二次发牌 二三四又是一个卡五的顺子听牌 不过这也是一个红桃铜画面 哎呀 没了 那么恭喜Dgaff拿到了Double 来看这一手牌 Nik A10 牵口加一位 瑞斯到了200 DJ Watchburn K3黑桃跟住 PDF四六翻块 CR80不同色 全部都跟下来 翻牌六七九两张红桃 呃 CIA这是拿到了一手天卡顺 翻后看到五个check CR也是非常的郁闷啊 怎么就没有人先动呢 CIA打500 Big Jordan中七跟下来 其他人的话 哎呀 好像真没什么人跟得动啊 转牌 哎呀 这张五掉出来 那估计彻底把CR的价值给杀光了 台面单八成顺了 CR多希望Big Jordan手里有一张八呀 直接打 打大一点没有问题啊 可以打得再大一点 对手有八是一定会支付的 对手没八 他也确实跟不动啊 接着往下看 PTF89开摘位加注到了120 装卫小帅圈七跟住 DGF87跟住 还有Nikos的一对石 五人池 Nikos是 such a tricky player 翻牌A70两张黑桃 Nikos直接中赛 翻牌没人打 转牌一张钩 这是把PTF听的前门顺给发了出来 哎呀 Nikos运气不佳呀 蹿上再打 这一枪来的有那么点晚 PTF看到一个bite一个call 直接起race 不知道Nikos能不能预感到危险啊 可能在想对手手里或许是两张黑桃 不过 过牌还好 看看PTF能拿到多少价值 这是打了几千呢 打了两千 直接被跟下来 在这张桌子上啊 只要你拿到一手好牌啊 转个几千刀好像确实不是什么难事 接着往下看 Nit A钩不同色 大盲位加注到了420刀 CIA在最差的位置上 6-9跟注 翻牌A78 CIA拿到双头顺的听牌 而Nit Hill呢 拿到了顶对 两个抬柱子单挑 那么翻后Nit下注420 这一枪打得很轻 镜头没有给到正面啊 CIA是直接做了check race 这是在演一手什么牌呢 在演一手 类似于A7A8这样的牌 又或者说 起手中赛吗 都有可能啊 Nit反手跟注 表明立场啊 我手里有A4 那么不要跟我玩那个乱七八糟的 转牌一张6 CIA拿到摊牌价值 可是仅仅只有摊牌价值是不够的 对手手里有A4 那我还有没有机会呢 CIA还是想再尝试一下 底持4200到CIA打了2500 这一枪已经超过了半尺 他要利用小帅对自己的了解与信任呢 希望对手可以相信自己 手里是一对七 还是得看CIA打牌啊 周四的桌子上呢 有操作的牌手 我感觉真的不算太多 大部分人都是有牌就打 没牌就盖啊 真什么意思 Nate Hill还在思考 啊 他有决定啊 还是盖掉了自己的顶盾 而坏坏的CIA亮出了自己的牌 他很清楚小帅手里有什么呀 CIA你给我等着 Nate Hill说 哎呀 我有想到CIA有可能会拿着69这么打 当然他也有可能拿着78这么打 我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他 再来看这一手牌啊 CIA这是在用吸管喝啤酒 这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啊 我还真没拿吸管喝过啤酒啊 是一种什么口感呢 回到牌上啊 DJ Worsham拿到一对石做了open race 结果被Nate Hill用ASIS推了回来 1140刀的300还是挺大的 翻牌689 这个牌面对于DJ Worsham来讲 也算有所帮助啊 给到他一个卡7 这说曹操到曹操就到 7掉出来 DJ拿到了顺子 口袋S就这么被反抄了 Nate Hill现在有2%的胜算 这2%应该是来自于一张10啊 而一张10也并不能让他赢啊 趁上DJ做了半池的下注 Nate似乎不相信对手有10 也不相信对手有5 盒牌一张无关紧要的黑桃圈 要是一张红桃还好 至少给了Nate Hill一个额外可以盖牌的理由啊 看看DJ盒牌打算打多少 戴上墨镜我要开始偷鸡了 5001000 1500 这大概是一个3000多刀的样子啊 差不多四分之三个底蚀 全是橙色的 橙色的墨镜 橙色的纸尖陀螺 我有可能有10 我也可能仅仅是两张红桃 你要怎么来选择呢 今天晚上似乎Nate Hill总面临这种局面 刚才就被 CIA给操作了一回啊 全三 全三应该进不了池吧 1000多刀看牌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思考 Nate Hill最终做出了选择 他还是支付了 来看这一手牌 哎呀 感觉今晚CIA这啤酒不少喝呀 这又是一瓶了 平常CIA都是喝咖啡呀 今天也是入乡随俗了 周四嘛 毕竟是Thirsty Thursday 这手牌呢 CIA用一手六七不同色 做了300刀的OpenRace 大家好像都没什么好牌 翻前没有看到一个300 翻牌圈45 DJ Washburn中赛了 而CIA也拿到了双头顺的听牌 这手牌肯定是得合牌见分晓了 Flow上CIA并没有下注 DJ直接开一枪下注400 单挑 CIA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而DJ 他想躲开的可能只有方块 蹿上一张八 CIA拿到了顺子 这个时候我只能用阴险脚诈 诡计多端 八个字来形容CIA了 蹿上他还在过牌示弱 DJ完全没预感到危险 他以为CIA手里只有一张圈 继续做了半尺的下注 他就怕CIA跟不动 根本不敢打得太大 CIA继续跟下来 不动声色 合牌 一张六 哎呀 老发些这样的牌出来 CIA表示 我缺你这张六吗 嗯 现在牌面单七成顺 不过 你说DJ会不会压根就没往那个方向上想啊 他可能以为自己对抗的是什么圈九圈十这种牌啊 CIA继续过 如果你有一张七 试问你会在合牌过牌吗 你会不主动拿架子吗 呵呵 所以呢 DJ还是上当了 他已经彻彻底底的认定了 CIA手里是一张圈 他以为等待他的是CIA极不情愿的一个跟注 殊不知自己才是那条大鱼 CIA推出了六千块 DJ也是看笑了 你不是一直在过牌吗 你怎么突然就这样呢 刚才还笑呵呵的 现在笑不出来了吧 突然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把自己整牌齐啊 全给打乱了 我的牌太强 我真是盖不掉啊 哎呀 恭喜CIA拿下一个大底池 来看这一手牌 DJ50黑桃 大盲位加注到500 CIAA圈300到了1600 而Nikos恰好拿到了一对K啊 不过好在Nikos他没钱了 他没钱了 来呗DJ 这牌该跟哪跟啊 翻牌要是看到三张黑桃 这不起飞了吗 好三人吃 CIA需要一点点运气 CIA需要一张A4 CIA好像这几周啊 在哈斯拉都没赢过钱啊 运气也是挺差的呀 翻牌 二勾六 黑桃只有一张 check check CIA翻后并没有打 转牌 红刀K Nikos中赛了 咦 啊哈 这 我还说CIA没了 结果才发现 合牌CIA却拿到了顺子 不过DJ也是只在合牌命中一对石 面对CIA的下注呢 他在犹豫 CIA这一枪打了差不多也就是一个半尺吧 运气好啊 CIA 如果Nikos手里筹码多的话 这手牌CIA还真不一定能看到合牌 再来看这手牌 DJK二方块 加注到120入池 CIA二八同色 Hijive跟住 其他人的话 Nik老板K十草花 在抓位也跟了下来 最终这是一个六人池 又是一个 比拼运气的战斗啊 翻牌 勾六七 三张黑桃 CIA拿到了天铜花 哎呦 不过CIA手里的铜花呢 有点小 他头顶上可是有一张黑桃圈 一张黑桃九啊 CIA翻后下注三百 DJF顶对 外带铜花顶牌呢 直接推low in 只发一次牌 CIA需要躲开一张黑桃来取胜啊 五千刀的底石 拜托 红牌 红牌 红 继续来看这手牌 CIA A圈不同色 加注到了一百二十刀入池 这是一个五人池啊 翻牌K 勾三两张黑桃 这张勾三加重牌啊 CIA拿到一个纳斯顺的听牌呢 翻后下注三百 结果让CIA没想到的是 竟然所有人全部都跟了下来 转牌 红桃九 DJ Washburn命中勾九两对 牌力领先了 DJ应该是要打的 这这么多对手啊 有K的 有勾的 都得乖乖支付 DJ下注一千三百刀 这一枪直接 打出半池 CIA赶紧盖牌 DJF早就该走了 而当Nikos跟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Big John是可以盖掉了 合牌 天呐 竟然是张棋 这张棋对于Nikos 绝对是致命打击 哇 Nikos竟然没有下注啊 这让我很意外啊 Nikos按说应该是会打上一枪的 这River拿到勾起两对 岂有不下注 拿价值的道理 感觉合牌 他这个过牌啊 至少让他少输三千 再来看这一手牌 Nikos的牌 摆到了独牌区里啊 不过并没有被独出来 翻前是Nik在后卫啊 做的四百刀的Operis 翻牌十根三两张黑桃 所有人全部都过 转牌红桃五 目前因为Nik没独到牌 那么牌里领先的呢 是P.Def的顶盾 其他人的话 好像就没什么好牌了 P.Def下注一千七百刀 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Nik也不知道有没有中牌啊 有勾吗 或者是两张黑桃 没让他直接在探上秒复 可以猜一猜Nik的牌啊 偶尔不站在上帝视角看看牌 也是挺有意思的 总是一上来就知道了对手的牌 解读视角好像也不一样 六千 我还以为这会是一个加注啊 Nik转上跟下来 合牌 方块十 DJ过 他似乎没办法搞清楚 Nik到底是用什么牌啊 在转上做的跟注 而Nik和牌秒推出了欧印 底十四千 Nik推出了八千 这是 中十了吗 在我看来能这么打的 好像 如果是两张红桃的破产听牌 没必要这么打呀 一个破产听牌 打一个满池 我觉得是足够了 这个下注让DJ非常的犹豫啊 他的牌力去抓对手偷鸡绝对是足够了 而对手TURN上的跟注呢 真的是很有可能啊 会有一张十啊 那么合牌重十 再推欧印 也可以理解 当然啊 两张红桃啊 全K啊 全九啊 是吧 是吧 都有可能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思考 DJ似乎心里有答案了 真是一身橘黄啊 连表啊 都是橘黄色的 包括他自己的幸运筹码 啊 还是货掉了 那到底是bluff 还是真的有牌 总得给大家读一下吧 哎 A圈嘛 确实是有十啊 转牌的跟注也可以理解了 有十 而且两张黑桃 确实 不会拒绝TURN上的1700 来看这一手牌 Nikos在卡特威 拿到了AK 面对Netiel做了三败 但是Net手里这牌 可也不弱呀 一对K 应该是要再锐回来 好在Netiel队上的 并不是一手Aces 口袋K 还是有着更高的胜算 底持21170刀 两次发牌 Nikos呢 需要一张Ace啊 来反抄 Go Oh Ace掉出来了 看到翻牌面 Netiel也是咧了咧嘴啊 惊该死啊 什么运气 哎 还有Ace 多掉一张Ace的话 其实对于Netiel来讲 更好 这样的话 在下次发牌当中呢 Ace就能少一点 Netiel也很幽默呀 Nikos说 哎 分钱就行啊 分钱就挺好 毕竟我这牌落后 Nikos说 哎 那咱就分呗 直接分啊 光头表示 你在想什么啊 我还要追我的 那张绝章Ace呢 而这个翻牌呢 又给了Nikos一个卡钩的顺子听牌 A和钩 双向到此 和牌 扛住啊 Net 好家伙 看到是张人啊 吓我一跳啊 可以的 这对于Nikos来讲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结果 来看这一手牌 这是一个六人池啊 翻前并没有人去做家住 只有Netiel在枪口位 做的一个straddle 翻牌 K勾五两张黑桃 目前领先的呢 是PDF的一对9 所有人都过转牌一张10 哎 这10发出来 马上逆转了 CR正好是卡到了顺子 一条非常隐蔽的顺子 TUN上CR下住300 TUN上打出这一枪 别说有K的 有勾的都有可能会去跟住 而DJF呢 这张10对于他来讲也是提升 DJF拿到双头顺子听牌 在CR身后 做了1200刀的加注 感觉CR要出手终止比赛了 这应该是让DJF看不到合牌了 这不可能去跟的 直接推出low in DJF喊了 Oh my god 这个女人啊 好凶啊 CIA说自己有顺子一手圈9 难得CIA在不亮牌的情况下 说了一句实话 再来看这一手牌 DJF拿到一手A圈小猫卫 三败到了910刀 Nikos一对四跟了进来 DJW90不同色 有位置优势 但是这牌 着实差了点 翻牌圈93 两张草花 DJF拿到顶对顶踢 这怎么还催别人下注呢 怎么回事 DJF过牌 你怎么敢啊 直接在后卫打满池啊 真就觉得DJF没牌 是吧 你别忘了对手可是三败入池啊 OK DJF跟下来 一对四走人 DJ Walshman 也不是说没得翻啊 还是有机会 好 那么来看结果 转牌 方块三 两人是不是没亮牌啊 没亮牌的 现在DJF也不确定 自己就一定能领先 Oh yeah 就剩270刀了 两次合牌 可能要提前恭喜DJF拿到double了 接着往下看 PDF A-GO加注到了120 CIA拿着AK 做了一个最小的三败啊 AK对上两个对手 翻牌KK10 CIA拿到了Trip 但是这个牌面 Trip可不好说 毕竟PDF和DJ Walshman 全部都是卡顺听牌啊 Flop上CIA下注半池 只有PDF跟了下来 转牌 转牌 哎呦 这下CIA可麻烦了 反超来的就是这么猝不及防啊 只是可惜DJ已经丑了 CIA的第二枪 这一枪 甚至打的比Flop上那枪啊 还要来的轻 2400刀 PDF反加 开始了猛攻 这个牌面 对于CIA的AK来讲 确实有一点点尴尬 输A-GO 输K圈 输K-10 唯一能赢的 就只有两张方块了 还不确定对手 是否是两张方块 CIA还要继续验证一下 合牌 合牌一张空气 看看PDF怎么打 直接推了 直接打出一个满池 经验丰富的CIA 我觉得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PDF有多稳 不用我说了吧 经过一个漫长的思考 CIA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再来看这手牌 Big John装为6-9方块 加注到了330 结果呢 一桌子的跟注 6人池 翻牌K圈10 坏了坏了 说少了 这竟然是个7人池 中10的不敢打 中K的也不敢打 谁也不敢动 过牌到了Big John Big John想偷 但是有力无心 不对 说反了 有心无力 转牌呢 草花钩 纠集画面 顺子面 那么 CIA拿到了顶顺 并没有在转牌下注 而Big John站出来 啊 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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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盖牌了呀 CIA 最终Big John开出一枪 连9也劝走了 连CIA的Ace都劝走了 哎呀 好奇怪呀 为什么CIA会盖牌呢 不应该呀 接着来看这手牌 其实无论是周一也好 周四也罢 AK其实有的时候啊 真的难打 你说你翻前的Race吧 起的不够大 这什么34啊 甚至连38这种牌 都能跟得下来 你打大一点吧 你又担心呢 被对手压制啊 万一有人拿着KKAA 往回推 你说你接不接 翻牌 AK10 你看看 PDAF直接是拿到了天顺 AK就这么被反超了 不过战斗没有结束 Nikos翻后下注1200 PDAF反手一个跟注 PDAF是一点都不急 转牌 变革来的就是这么的快 转牌出攻队 PDAF下注也不会太过于激进 下注半池啊 Nikos反手跟注 PDAF会觉得自己落后吗 盒牌一张圈 牌面单勾成顺 PDAF会输的牌型 也在不断变多啊 这个我硬推的呀 哎呀呀呀呀 才意识到问题呀 还想着Nikos翻前 240刀的加注入持 手里或许只有一张K 或者一张A 没想到二者兼备呀 好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装卫Nate A5不同色 加注到了200 一堆什么K7 A8 各种莫名其妙的牌啊 跟了下来 翻牌K圈7 DJF直接啊 转牌拿到了葫芦 下注啊 没人下注吗 这手牌20秒就结束了 哎呀 DJF四条老K啊 疯狂脸才600块 C啊在边上已经笑叉气了 关键最可恨的 边上光头来了一句 怎么着啊 爷们你是不爱玩四条是吗 不屑于拿价值是吧 难得拿到这么好的牌啊 不但拿不到价值 还得让别人嘲讽啊 DJF心里有多难受啊 好 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今天晚上的直播集锦 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周四见吧 remind me to take your class thank you hope your thirst has been quenched on Thirsty Thursdays DJ Washburn kind of put on a show and he will be back tomorrow night as well Sea of the Bot of course she's the big winner Big John in a big night DJF actually ended up winning some nice money ended up winning $9,100 and it was all done Dr.P DJ Washburn Nick Nate all down Captain Fish down as well that's going to do it for us guys I'm David Tuckman I will 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